谁呀这是 你拿符把门披开呗 进来吧 李宝库 开会呢 你看 你这是干啥呢 报告董事长 我迟到了 为什么迟到 因为你有意安排的 我没法不迟到 那你知道了为什么还晚了 因为我的腿跑不过汽车轮子 咱俩可有言在信 是 回来晚了你开除我 因为我李宝库该着就有被开除这步灾难 你李宝库能得大了 我信你有办法呢 我信你会飞呢 你怎么没飞回来呢 别扯得有个招去 赶紧宣布吧 小样 你脾气还挺大的 今天课程安排挺满呗 是不是 继续上 这不都在这你们 再来一课 我有什么脾气啊 我是谁你是谁呀 我的态度多好啊 我发脾气 笑话这是 老董事长 老董事长 咱们担谈 哎呀 你哥俩还有啥反证啊 哎呀 那太有了 人家是谁呀 人家是企业集团的董事长 咱只不过管个小小的药膳房 天壤之别 再者说了 哎 家有家法 店有店规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是不是 不能因为我们之间的感情 就破坏了整个集团的秩序 规矩 强烈请求董事长开出啊 宣布消耗 是吧 不是 李叔啊 你这啥意思啊 你唱哪出啊 你这有 你跟谁说话呢 跟你说话呢 干啥呢 开董事会呢 跟你说话呢 你们都是干啥的 啊 你当小辈有权利这么跟我说话吗 这跟辈没关系 这开董事会呢 你知道不 你一直都不礼貌 你对我不礼貌 知道不 知道 你有事 你说事 好好说呗 你知道这里的内幕吗 你说话 演完 继续 整个事跟大伙说说 我为啥对你这样 刚才 我们的董事长 让我给他上堂课 我坐在车里 课也给他上完了 风景也陪他看完了 然后把我居然 扔到了荒郊野外 让我自己跑着回来参加会议 说回来迟到了就开除我 幸亏我们家辣椒 去买狗打着车回来 把我烧回来 我才幸免没被累死 坐在车里 我看着我们家的小狗 我是感慨万千 人家小狗都能坐出租车回来 可他我李宝库 还号称是山庄的元老 兢兢业业业 任劳任怨 在那干了这么多年 我混的都不如一条狗 你别跟那鸡跑狗跳的 这是开会 我干什么我 我是什么人的这都成了 是吧 我这是干什么 张明珠 来倒水 能得大了 是吧 挺厉害呀你 来来来 加点茶叶 你别这么点 山庄不差我这点茶叶 龙泉山庄去的你不行 是吧 咳嗽 你以为 我不敢开除你 赶紧 赶紧开除 我等着走 缺了你 这就完了 这山庄 这山庄就办不下去了 你就真想的 是吧 开除开除 你纯实李老师 我宣布 李宝库被开除了 赶紧走 不用管 谁说也不说 撤 快 那 我 就什么都不是了呗 你自己酌的 快快快快 快去 人总高费 这肯定有把 快点 告辞了 更多好看视频 点个订阅吧